来 说什么 我们来说说这个力气的三道题 这三道题其实你注意看 这三道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们都和圆锥曲线的焦点相关 凡是和焦点相关的内容 我们更多的是用圆锥曲线的性质来做 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个题 若火源和双曲线有共同的焦点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它是个横板的呢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双曲线是个横板的 就这个图这样化而不是竖的话呢 因为你发现首先注意观察一下 MNPQ是不是全是正的 所以双曲线是不是一个焦点在X字转化的双曲线 而椭圆和双曲线具有相同的焦点 所以椭圆是不是也必须是这样的 好 然后P是它们的一个公共点 问你PF1乘PF 你就看由于P点在椭圆上是不是 F1 F2是焦点 所以PF1加PF2等于多少 等于2A吧 A是什么 比如说是2M 一定是2倍根号M非常好 是这样吗 那还有一个 PF1-PF2的绝对值 是不是应该这么写 是这样吗 PF1-PF2的绝对值等于多少 2也是A吧 应该是根号P 由这两个式子怎么去求PF1乘PF2 是不是两个式平方之后 然后一减除以四 是这样吗 最后算出PF1乘PF2等于多少 M-P选C 注意 这道题最容易错的就是选成D了 对吧 对吧 你算其实都没错吧 最后你选成D了 这个是最亏的 好 再看 你们有人选D吗 有人选D是吧 这是最亏的 其实你已经懂了 毕竟你算对了 但你把那个ABC理解错了 好 再看第二个 P为椭圆 这个椭圆上一点 这个椭圆是25分之X方 加上16分之Y方等于1 然后MN分别是这两个圆上的点 问你PM加PN的范围是什么 这个题出 粗看一下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 怎么莫名其妙的就出了两个圆出来 是这样吗 就特别莫名其妙的就出了两个圆 那你仔细观察一下 这两个圆有什么特点吗 非常好 它的圆心在焦点 你注意看 P点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在圆上认去一点 比如说M 在这个圆上认去一点M 好 现在我想问你啊 你怎么能让这两条线 尽可能的短或者长 是不是叫做直语啊 你发现由于F1 F2是不是都是焦点 所以我们发现 无论怎么样PF1加PF2怎么样 是定值 是这样吗 那好 那请大家来看 PM和PF1是什么关系啊 这个PM如果P点确定的情况下 是不是这个PM最短是在这里 最长呢 在对称的地方 是这样吗 所以你注意看 对于PM来说 它应该属于什么呢 我并不知道具体上度 但是我知道它属于 PF1-1到PF1加1 这能看懂吗 是这样吗 半径为2 不好意思 半径为2 这能看懂吗 就对于一个P点 如果它是确定下来的点 那么对于任意的P点的位置 是不是最短的距离 就是它和圆星 圆外一点到圆上距离 最短是不是 就是与连圆星之后 那个焦点 对啊 靠近的一个焦点 最长呢 就是远离的一个焦点 是这样吧 OK 那我们再来看 那PN应该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 PF2-1到PF2加1 不是加2吧 这是三近为1 而这道题 这两个式子本身 是不是属于一个普世性结论 而这道题之所以能算出 PM加PN的最值 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这两个东西 加起来为定值 能理解吗 就这两个式子本身 是很平淡无奇的式子 因为只要是圆外一点和圆 是不是都满在这个关系 但是召集妙就妙的 PM加PN 这样一个长度 它应该属于什么呢 是不是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2A啊 2A-3到2A加3 所以最后应该选哪个单 2A是10吧 所以应该选A 能看到这个过程吗 就上面这两个过程 是无所谓的 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是圆外一点和圆 都有这个关系 但是最好就是 它俩一加 得到一个定值 那第三题和第二题一样吗 你发现大家都很喜欢 出这种题啊 对吧 来看那个 P点比如说在随便一个地方 那么PM属于什么范围 M是左边那个原生的点 PM属于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PF1怎么样 -2到PF1加2 是这样吗 那PN呢 这里有一点N PN在什么范围呢 PF2-1到PF2加1 这能看到吗 对吧 PF2-1到PF2加1 好友人说明白了 两式一减 能减吗 不能减吗 因为我们说不等式 这是不是相当于PM 大于等于谁 小于等于谁 这是PN大于等于谁 小于等于谁 是这样吗 所以不能减应该怎么办 是不是你要想要说出 -PN的范围 -PN属于什么范围 是不是相当于把它倒过来就行了 对吧 应该是-PF2-1 到-PF2-1 是不是得到这么个是 是这样吗 就这是简单的不等式 然后怎么 我们讲不等式 那些时候不是给大家讲的吗 两式相加 没改变范围吧 太怕了 所以PM-PN属于什么呢 属于PF1-PF2 注意PF1-PF2的范围是什么 我先写上吧 PF1-PF2 然后应该是-3 这里是PF1-PF2 怎么样 加3 是这样吗 OK 那PF1-PF2等于多少 比如说等于2A 注意PF1-PF2 由于没有绝对值吧 所以是不是要么是2A 要么是-2A 是这样吗 注意啊 那么我要求的是不它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我要让这个值尽可能的小 你说这个值尽可能的 就是它求最大值 就是这个值吧 我要让这个值尽可能的大 那么PF1-PF2 应该是在2取2A 还是-2A它更大 是不是一定是取2A它更大 所以做算上应该是多少 2A是6吧 6加3是9 那如果我问你最小值呢 有人说最小值就是0啊 不6-3最小值是3啊 你想这个值 我是不是想让它尽可能的小 所以PF1-PF2 是取2A好 还是取-2A它比较小 -2A 所以最小值是多少 -9 你这样想它一定是对称 P在右值上 P在右值上 那就没什么遗忘了 那PF1-PF2肯定也是正的 所以最小值是3 如果P不在右值上 那最小值是-3 就是-6 -6-3-9 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P不在右值上的话 那么这个要题就变成一个完全对称的题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最大值是9 最小值肯定取到负9 你只要把点翻过来就可以了 是这样吧 OK 不过这条题告诉你 不好意思啊 这个告诉你P为双矩线 又值上一点 所以Pm应该减去Pn 是这样吧 所以PF1-PF2就一定是2A了 所以这个题如果要算范围的话 应该是3到9 最大值是9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三个 第四个怎么做啊 第四个是我们昨天讲过的一个原体啊 有印象吗 几乎一模一样的 说横坐标是5让你求到焦点的距离 一种方法是把横坐标5带进去 把这个点算出来 然后再算焦点 这是一种算法吧 还可以怎么算 用高物线的定义 到焦点距离等于什么 等于到准线的距离吧 是这样吧 那么到准线距离 准线是什么 准线是什么 X等于-1 所以你发现重坐标要不要求 一个横坐标为5的点 到X等于-1的距离应该是6 所以选2B OK这样我们就把圆堆曲线 这一章的这个小题 带着大家过了一遍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小题的思路啊 就你发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小题 其实我们的思路就有两种 一种是围绕着标准方程做文章的 有印象吗 就开始讲的那几道题 都是围着标准方程做文章 是这样吧 射出标准方程 ABC之间什么关系 离心率 渐经线 什么关系 是围着这个时候做文章 那第二类就是像第七这样的题 这样的题是围着什么东西做文章 这类题是围着定义做文章的 是这样吗 你看他都用到了定义啊 是这样吗 都用到了定义 那好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围着标准方程做文章 只要设个原则曲线 我都能做得到 只要它是标准的 说中心在原点 交点在左脚指上 是我都可以设出来 那围着定义做文章的题 通常具有什么特点 能总结出来吗 你看看 例七那四道题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非常好 凡是用定义做的 这道题里必然出现的一件事 叫做焦点 注意到没 有些焦点是明显告诉你的 比如说例七的第四小题 说请问这个点到焦点的距离是多少啊 对吧 再比如说第一条题 F1 F2为焦点 那么PF1乘PF2是多少 这些题是不是都叫做焦点明确告诉你 凡是明确告诉你焦点 并且这个题整个看起来和焦点相关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想着去用定义 往往会比较简单 那有没有第二和第三题两道题 没告诉我什么是焦点 你看第二题和第三题是怎么告诉你焦点的 它是不是相当于把焦点隐含在里面 是这样吗 比如说你这样想 那个语言它是随便写的吗 它不是随便写的 是这样吗 所以相当于它隐含的告诉了你 这个图形的焦点 就这个题和焦点有关 没问题吧 好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第一部分内容 这部分内容是要求大家今天必须要掌握的 就是我们暑假学习对大家提出的要求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下节课呢 我们后面有两个话题可以讲 一个话题是关于圆锥曲线大题的计算 还有一个就是 还记得我们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圆锥曲线的统一定义吗 有印象吗 我刚才没复习 就是三个圆锥曲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有人记得吗 到焦点距离比上到准线距离等于离心率 对吧 这是三种圆锥曲线的统一特点 这个性质有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用的 好吧 当然这个怎么用 我们会有时间的讲没时间就算了 我们下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下节课给大家来讲圆锥曲线的计算 这个我们来给大家讲那个关于圆锥曲线的一些大题 我们就讲一道题 你们在聊就被全国人民都听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回来就会有点 嗯 嗯 好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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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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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对了 不是我的 今天有人就会抢这个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不用 这么好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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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像老爸一个羞 什么羞啊 羞窩二十 你会抢这个 你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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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下来 快 我握着你 我拍你跳 我会拍你跳 我会是你跳 你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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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08年 北京的一道阿尔摩的题目 倒数第二题 要求是做前两晚 第三问 供你这个这个欣赏一下 议论 讲 就我的 我的能做 我的要求 你们能做 我的最低要求是做出前两晚 我们来说照题啊 照题其实是原理曲线里算是一个在思路上非常非常容易的题 就是在思路上基本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他考的就是计算 有人说能不能不要跟我们做这种题 我们最讨厌做这种题了对吧 就是一想就想明白了 然后就是算不出来 事实上我去年在高考之前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大概连续的上了可能有四五个班 就那个全都是高三的学生 然后专门就讲原理曲线的 因为好像我们这边所有的原理曲线的课 就是几乎所有的原理曲线的课都是我讲 因为我就是研究这个的 我是说在在这个这个这个我们是每个老师封了几个专题嘛 就每个老师有自己最擅长的专题 然后我讲的就是原理曲线 其实原理曲线高考的现状是什么呢 就像这样的题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原理曲线 你看我讲了三节课的算是今天有三节课的时间 你们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特别高精尖的东西吗 没有 对吧就是一堆公式然后算就可以了 其实这就是原理曲线高考的现实 原理曲线高考的所有的考察 就这样说如果这道题有十四分的话 或者如果有十四分 其中有四分是考察你的思路的 有十分大概是考察你的计算 对于高三学生来说 原理曲线这道题拿不到分数很少 或者说在你们这个就你们现在就能想到把高中学一遍 所以你们未来的这个层次是摆在这儿的 在和你们同层次的学生的竞争里 其实没有什么思路的竞争 比如说第一问 第一问有什么思路可言吗 我都不用讲 我在站在这儿说 我就能把道题给你说完你行吗 对吧 离性率是二分之一马上到达什么 ABC之间的关系 所以设处的统员方程只有几个字母 一个字母 然后呢 把负一二分之三带进去 OK第一问做完了 第二问呢 是不是这个点是这个直线过二一点 所以用点斜式射出直线方程 相切是什么意思啊 把直线带入椭圆 然后展开得到一个 你猜展开能得到一个什么 一元二次方程 不可能得到四次的 对吧 展开一定得到一元二次方程 然后呢 Δ等于零 于是第二问就做完了 对吧 然后第三问怎么做呢 M算出来 M算出来肯定 这很简单对吧 所以这实际上是个定值 对不对 这个你不用管了 对吧 PM方实际上是个定值 对不对 因为P点做在一致 M点做在一致 对吧 而且M应该在第二问就算出来了 是这样吧 然后这个PA乘PB怎么算 第一个你是不是可以由向量点乘机的坐标的定义 对吧 你看我先写第三问 就是这个PA 是不是应该是RX 我设A点X1Y1B点X2Y2 是不是跟伟大定理的一个形式对应上 那么这个PA向量 是不是应该等于X1-XP2Y1-1 是不是这是PA向量 用坐标来写 对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对吧 那你以后参见第十一奖吧 哎呦呦呦呦 没事吧 sorry 来再来看PB 再来看PB PB是不是应该是P点 就B点坐标-P点坐标 P点是21啊 我写在这P点是21 所以说PB应该是X2-2Y2-1 所以PA点乘PB 还记得这个用坐标的点乘机公式吗 X1-X2加Y1Y2 不是我干的 对吧 等于X1-2乘X2-2加Y1-1乘Y2-1 对吧 这个展开是不是X1乘X2和X1加X2 这个展开是什么Y1乘Y2Y1加Y2 由于有直线方程在对不对 所以Y1加Y2和Y1乘Y2 是不是也能化成X1加X2X1乘X2 然后化往里一带这个题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题的思路就讲完了 听得懂吗 有人说完全懂啊 对吧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算不出来 对吧 所以这就是高考圆锥起线大题的核心 其实这个内容本身在讲义里是没有的 但是呢我一定要给你讲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到时候还有没有机会再给你讲 因为一定很多很多学校里的老师讲 就是像我刚才那种风格的讲法 就这么看照题是不是就这样算了 都懂了吧 OK那我们看下导题 所以我问了很多高三的学生 他们最后在圆锥曲线这一章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 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题怎么做了 这个题我真的会做 就是做不对 就是算不对 所以呢可能我们更多的 对于我来说我研究的更多的是说 在计算的过程中我们有怎么样的技巧 就这其实圆锥曲线的计算 有一整套的技巧 就是到最后几乎就是拿个操稿纸随便写一写答案就出来了 就没有什么计算量的到最后 就只要你掌握着这些技巧 比如说我们从第一问开始说 第一问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离听率二分之一 我写在这儿 是不是A分之C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A等于2C 这应该很熟练了 B呢 更好3C 所以椭圆方程4C方分之X方 加3C方分之Y方等于1 是不是这就是椭圆方程 然后它过什么 -1 2分之3 口钻一下 对吧 就是口钻很重要的 对吧 4C方分之1吧 这是2分之 就是2分之3代理应该是4分之9 除以3 4分之3 这是4分之1吧 4分之1加4分之3 是不是最好是1 所以C方分之1等于1 所以C等于1 所以椭圆方程 4分之X方加3分之Y方等于1 一分钟之内肯定能搞定 对吧 这个提示让很多人做得很熟练